在2020年7月8日港版國安法立法之後 時任的教育局長即是今集的主角楊潤雄 就在香港的中學生 可不可以再唱《願榮光歸香港》 就發表書面回應這樣說 說學校絕對不可以讓學生就唱 他說《願榮光歸香港》 源自去年6月以來的社會事件 有強烈的政治信息 和持續多餘的暴力和違法事件有密切關聯 現在我們會聽到香港的韓國和香港 人在做天在看 《願榮光》雖然在香港的校園被禁唱 但這一首被譽為香港的民間國歌 卻如影隨形威出國際 在波斯尼亞舉行的世界冰球錦標賽 大會播錯國歌事件經過調查之後 香港冰球協會被指未有跟隨指引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就說 播錯國歌事件已經發生了很多次 形容情況不可接受 翻查 播錯國歌事件確實是如文化及體育局局長楊潤雄所說 在過去一年確實是接二連三 第一種播錯國歌的事件是在2022年的11月 南韓仁川舉行的亞洲七人籃球系列賽的第二站 而第二件的播錯國歌事件在一個月之後 在杜拜舉行的亞洲經典建立錦標賽 香港的運動員 Suzana Lin 在奪得金牌之後 當聽到播錯國歌 她就立即跟著港協寄奧委會的當時最新指引 用T字的手勢肆意叫停 但細估不到播錯國歌事件 確實是如影隨形 接二連三 在今年2月28日的世界冰球錦標賽的第三組賽事中 香港隊是大勝伊朗11比1 但真是很奇怪 在短短四個月之內 袁榮光雖然在香港禁星 但接二連三 卻值了七人籃球 女子舉重 甚至乎連Ice hockey冰上曲棍球 香港隊都可以分別獲勝得金 但奇怪的事情 所謂不謀異合 無論是南韓、聯合郵掌國 還是波斯尼亞、主辦國 都是無法正確用二勇軍進行曲 作為香港各個播放 而更內人尋味的這三個國家 都是用港府覺得最敏感的 他們所認為鼓吹港獨的 袁榮光歸香港 作為香港各個播放 關於這一點Stanley當然是不相信 《大公報》的瑞萍說是內鬼陰謀 說有人要搞港獨 Stanley反而從形而上學 相信冥冥中是有主宰 是上帝宣告 我才是神 而藉著《願榮光》這一首 《大公報》所說的港獨之歌 是要追討 今集的主角 即是前教育局局局長 又或者現任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局長 所做過的事情 為何Stanley會認為 楊潤雄在這次 杭州亞運當知道何思培 以破亞運會的紀錄 為香港贏得 女子自由式200米的賽事 以香港政府新聞處發出一道道貨賀文 當中在英文就這樣說 叫做Syvonne Benedict Hockey One girl with he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nd brought glory to Hong Kong again making all Hong Kong citizens proud 為何Stanley會認為 這裏的英文賀文 是上帝給楊潤雄一個的咒座 所謂叫做《願榮光咒》 正如片頭所說 在2020年7月8日 時任的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 是首先以文字回應 禁止香港的中小學生 不讓他們唱 願榮光歸香港 即是說願榮光之所以被禁的始作俑者 就是楊潤雄 而當時是用文字代替語言 從中小學生禁止香港人唱願榮光歸香港 大家都知道 文字的力量往往比言語更有份量或叫做力量 用言語講述 很多時候所謂講錯話的時候 是相對較容易推卸責任 但是文字所被邏輯成為罪狀 特別在中國的歷史 專制的統治者 為了迫害知識分治 故意就會在他的著作當中 摘取字句 邏輯成罪 所謂文字獄 故此當日 楊潤雄 用文字回應 禁止中小學生 唱願榮光歸香港 在法律上 被他用言語 所說出來 是故意 增加禁止唱願榮光歸香港的力量 但他細猜不到 當年他說要中小學生引申指導 整個香港 禁止唱願榮光歸香港這件事情 竟然有機會可以成為 在9月26日為何思培勇奪亞運金牌 而發表那一道的英文賀文 Broad Glory to Hong Kong Again 再次帶來願榮光歸香港 這一句的賀文 就和他當年為教育局局長的書面禁止中小學生 唱願榮光歸香港 就成為首尾呼應 意思就是說 如果大公報的瑞平 是要為到過去一年 在國際體壇活動 香港的運動員 接二連三的播錯國歌事件 說是有內鬼 楊潤衡就可以說是中到是忒忒 所謂神又是去鬼也是去 是去是首先 在香港禁止中小學生唱願榮光歸香港 但是也是去 在接二連三的播錯國歌事件之後 去卻是圖文並茂 在杭州亞運盛事之下 藉著何思培 在200米自由泳 為香港奪得首面 游泳的亞運金牌 並且是破了大會紀錄之制 在別人唱完國歌之後 公然發出賀文 還要用英文說要再次 brought glory to hong kong again 再次帶來完榮光歸香港 這一首港獨禁歌的名詞 還要讓這首歌名 去成為所有香港公民的驕傲 making all hong kong citizens proud 如果用Stanley 以上的解釋 就是一種很typical 典型的文字獄的指控 所謂是淫屍都淫甩 如果大公報的瑞平 說真的要抽出內鬼 那這一隻內鬼就一定是楊潤雄 Stanley相信 對很多願榮光歸香港的支持者 就一定樂見楊潤雄 受到這個願榮光的咒座 就好像在聖經的創世記故事這樣說 神對蛇或者楊潤雄說 你既作了這事 禁止中小學生唱完榮光歸香港 你就必受就助 所謂替人頭者人亦替之 好 今集的馬太香港人就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